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小花走着走着霍南街下起了暴雨 本来我俩想找个地方把帐篷打开 然后睡觉的做点饭 结果雨下的太大了实在没法走 也没法搭帐篷 然后我就跟小花淋着雨一直走 看看前面有没有住的地方 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安住下来 毕竟这么大的雨实在没法走过也没办法直播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下雨下的有多大 然后我走到一家饭馆门口 进去点了一个鱼香肉汁 点了一番米饭 结果那个好心的姐姐她说不用改期了 但是最后我还是改了 吃完饭以后我就跟小花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走到了差不多9点多 走到了一个自动取款机 然后我俩准备在那里面休息一晚上的 帐篷什么的都搭好了 太舒服了 看着里面 空调也有 也有 而且还没有蚊子 老梁快了 今天晚上我跟小花梁 实在是太舒服了 我们住的竟然是空调房间今天晚上 而且我俩楼子几百万睡觉 长这么大第一次楼几百万睡觉 心里面都有点小激动了 然后我车子呢在外面放的 这是我帐篷 今天晚上就跟小花梁住在这里 老舒服了又有灯光又有空调 这边还有几百万 然后我俩楼子睡 这种感觉真的太爽了 希望大家看到了能给我一个赞 谢谢 我要进去休息了